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 曾經有一名美國士兵拒絕在戰場上拿槍 但他卻在某一場戰役中徒手救下75名同胞的性命 他的英勇事蹟在2016年被翻拍成電影《鋼鐵英雄》 這個傳奇故事的主人名字就叫做戴斯蒙多斯 幫我獲得更多 嗨 大家好 我是花匠俠 2016年上映由梅爾吉伯遜指導的電影《鋼鐵英雄》 劇情改編自美國傳奇的二戰英雄戴斯蒙多斯的真實故事 電影描述由二代蜘蛛人安德魯·加菲爾德所飾演的男主角戴斯蒙 他為了堅守自己在宗教信仰裡的戒律 就算是二戰開打了 投身戰場的戴斯蒙也是依然拒絕拿槍 但他的決定也讓軍中的同袍無法理解 弟兄們都擔心不帶槍的士兵要如何在戰場上保護戰友的安全 而後續 戴斯蒙就開始遭受同袍的騎士跟霸凌 甚至還以違抗軍令的理由被送上了軍事法庭 不過他的命運卻在他上了戰場後有了轉折 身為軍醫的戴斯蒙 他不計前嫌的去拯救那些曾經霸凌過他的同袍 也為他們進行治療 他開始取得弟兄們的信任 而且漸漸的接納他 電影最後 在沖繩島戰役中 男主角只憑他一個人的力量 赤手空拳頂著炮火 深入險境 並成功救下75名因受重傷而受困剛鋸臉的戰友們 實際上 戴斯蒙的真實故事早在二戰結束後就被廣為流傳 不少的片商都希望可以將他的故事翻拍成電影 但是淡薄名利的戴斯蒙本人 卻覺得電影可能帶來的名氣跟財富 跟他當初救人的本質有衝突而拒絕 一直是到半個世紀後 已經高齡80多歲的戴斯蒙紛紛收到親友的勸說 該讓這段事蹟流傳了 他才首肯願意讓這段故事搬上大螢幕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跟各位聊聊這位二戰的無名英雄 戴斯蒙多斯的英勇故事 戴斯蒙多斯 出生於1919年的美國維吉尼亞州 父親是當地的一名木匠 母親則是血廠的員工 家中六人都是基督教父林安息日會的成員 實際上戴斯蒙的父親也曾經在年輕的時候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還因為在戰場上出色的表現而獲得了隱形勳章的榮譽 不過跟許多軍人一樣 長時間身處在炮火跟殺戮的環境底下 戴斯蒙的父親罹患了創傷壓力症候群 退役後 他不時會出現過激的反應影響了日常生活 一直到加入了安息日會後 情況才有所好轉 戴斯蒙小時候 某次他親眼目睹父親久後跟舅舅爭吵 父親拿著槍 對著舅舅還差點開槍被抓入了警局 他此後就發誓將堅守安息日會的教條、不殺生的戒律 並在往後的人生都拒絕拿槍 1941年 美國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襲 珍珠港事件造成當地人民2400多人死亡 1200多人受傷 偷襲事件讓全美人民憤怒 同年1941年12月8號 羅斯福總統宣布美國加入二戰 而當時年紀只有22歲的戴斯蒙 在當地的一間造船廠工作 原本身為造船廠員工的他是可以申請款征的 但滿腔愛國樂邪的戴斯蒙 卻急著要為國家做出貢獻 他隨後就主動申請要提前入伍 以便可以更快的到戰場上去支援 1942年4月1日 戴斯蒙入伍並被分發到美國陸軍77師來服役 戴斯蒙為了堅守他所立下的宗教誓約 他在最初遞交入伍申請的時候 就已經明確表示自己拒絕拿槍 他想到戰場上救人而不是殺人 因此他希望是可以申請成一名醫護兵 然而當時77師的長官在得知他拒絕拿槍的消息後 都認為這是他懦弱缺戰的藉口 因此第一時間就拒絕他醫護兵的申請 甚至還將他分發到軍團中的步兵連 企圖透過同袍的壓力逼迫他拿槍 可以想像一個不拿槍的步兵待在步兵連會遭受什麼樣的對待 戴斯蒙在進入部隊後很快就受到同袍的排擠跟霸凌 他們都覺得戴斯蒙就是一個不合群的害蟲 並且經常用髒話罵他 曾經有一位同袍就當著所有人的面前表示 若是戴斯蒙跟他一起上戰場 他絕對會第一時間開槍射殺他 另外由於宗教的緣故 戴斯蒙必須每晚都在床前禱告 弟兄們除了會幫他取聖耶穌或是牧師這樣的綽號 來取笑戴斯蒙的禱告行為之外 甚至還有人會在他禱告的過程中拿軍靴丟他並且捉弄戴斯蒙 後續就算在經歷長達一個月的同袍精神霸凌之後 戴斯蒙依舊是堅定自己的立場 上頭長官眼看同袍壓力脅迫拿槍的策略無效 最終還是將戴斯蒙轉到他所希望的307團醫療分隊 然而就算被分到了醫療分隊 拒絕拿槍的行為依然還是一個特例 此外身為安息日會成員的戴斯蒙 由於他賭信戒律 恪守安息日 他也必須從每週五的日落到每週六日落結束 這段時間都必須要待在教堂內安心的禱告 這一行為更是讓同袍覺得是他逃避訓練的藉口 漸漸的部隊的長官開始對他不拿槍 而且無法在週六執行的狀況失去耐心 後續就會經常在訓練期間指派額外的任務來惡整戴斯蒙 像是刷廁所啦 挖糞坑 甚至當眾羞辱或是體罰他 然而戴斯蒙對這一切還是選擇默默的承受 不久後 軍方還是針對戴斯蒙的特殊狀況召開了聽證會 他們的目的是希望以心理狀態不穩定的理由來讓他退役 然而在聽證會上 戴斯蒙卻堅定的表示 自己跟上校一樣是一個願意為國家奉獻生命的軍人 如果是因為信仰因素免除了我在美國憲法中的服役義務 我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悲慘的基督徒 而在場的長官也在聽到他的回答後 降低了對他的不滿 他們也知道 想要用宗教信仰的理由讓人退役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為何你競爭它呢? 為何你競爭不斷地使用武器 甚至使用武器使用武器 這不是正確的 其他人們應該要戰鬥和死 而我只會坐在家裡救他 我需要救他 如果所有人都在生命 我會救他 但世界這麼困難 我會把自己離開 並不像我一般不好的事 想要把這一點再加上 聽證會過後 雖然軍團高層承認了戴斯蒙的特殊狀況 但部隊的基層長官依然還是對他感到不滿 一位叫康寧漢的上尉 就曾經在訓練的期間布達過一項指令 他要求只有參加過步槍訓練的士兵才可以休假回家 他還當著所有人的面前 將步槍遞到戴斯蒙的面前要他拿著 最終戴斯蒙還是沒有接過 還讓槍掉到地上 此後他的每一次休假都被禁駕 而被長時間的囚禁在軍中 然而當時戴斯蒙的弟弟哈羅德 他也正服役於海軍 由於他正值要跟隨海軍前往戰場的最後一次休假 戴斯蒙知道這次的分離將可能天人永隔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獲准離營 後續還是戴斯蒙的父親 致電富林安息日會的主席 並透過關係進行官說 戴斯蒙最終才得以獲准休假三天 返鄉與弟弟見上戰前的最後一面 戴斯蒙被排擠跟霸凌的情況 一直到某一次的模擬作戰才有所改善 當時307軍團正在亞利桑那州的一處沙漠 進行模擬作戰 連續幾天曝塞在烈日底下 士兵們都開始出現缺水的情形 而當時的戴斯蒙卻不顧自己的狀況 將水湖的水分給身邊的弟兄 在這次的行動後 同胞們漸漸對戴斯蒙改觀 並且開始接納他 1944年 戴斯蒙所屬的77師軍團 被指派支援關島戰役 雖然在戰場上 身為義護兵的戴斯蒙更容易成為日軍射擊的目標 但他還是多次不顧自己的安全 衝鋒陷陣去救下受傷的士兵 而這種願意為他人犧牲生命的精神 更是讓戴斯蒙獲得軍中同袍的尊敬 時間到了1945年二戰末期 雖然歐洲戰區的德國已經在5月8日宣布投降 但另一邊太平洋戰區的日本 卻還在持續的奮力抗戰 1945年起 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 開始實行跳島作戰計劃 他們計劃先佔領日本周圍的幾個主要小島 以變後續的日本主島攻堅 而在硫磺島戰役之後 沖繩島便成為美國頭號的攻堅目標 1945年4月 美國陸軍指揮了4個師團 大約是6-8萬人的軍力 來進行沖繩島的攻戰計劃 而戴斯蒙所屬的軍團 便是由沖繩島的普天市作為登陸的起點 307軍團在普天市登陸後就開始朝內陸推進 但他們的部隊卻很快在沖繩了潛田高地跟日軍展開交火 潛田高地是一座高120公尺的陡峭山林 要攻堅在高地上的日軍部隊 美軍只能從山頂上垂下來的繩索 攀爬過幾乎垂直90度的山壁才有辦法登頂 而登頂後 山頂上的日軍還挖了許多像是迷宮的洞穴跟地道等著要埋伏 正是因為這個高地造成了美軍產業的傷亡 也因此他才有了鋼巨嶺的稱號 1945年4月30日 戴斯蒙所屬的307軍團 開始針對鋼巨嶺展開攻頂行動 一開始參與行動的士兵先是爬上繩索並掛在懸崖上 前排打頭陣的士兵開始向山頂丟出大量的煙霧彈干擾日軍的視線 在煙霧的掩護下 本次行動一共155名士兵陸續攀爬上山頂 而在登頂後映入眼簾的卻是遍佈滿地的美軍屍體 還有一條至少長達200公尺鑄滿血水的泥坑 為了躲避日軍的炮火 美軍甚至還將士兵的屍體堆砌成小山用以掩護 突然一個瞬間 一顆破擊砲由高空落下炸開 一聲轟隆巨響 日軍正式散開襲擊 登頂的美軍部隊因為視線不佳 而且又沒有遮蔽 猛烈的炮火下多名戰友紛紛地倒下 而後續地道又湧出大量的日軍殺出 當下行動指揮官判斷狀況危急 又立刻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士兵們就又紛紛從繩索爬下鋼鋸嶺 然而在撤退的過程中 卻還是有不少的戰友被手拿刺到日軍擊斃 而屍體便掛在身體上 這波行動總共有155個人參加 但最終從繩索爬下來的人卻只有55個 多數受傷的士兵因為無法行動 只能被迫留在山頂上 一段時間後 日軍因為害怕美軍的空襲 又紛紛躲回洞穴中 而就在煙霧散去後 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 這個人是戴斯蒙 他不但沒有因為這次突襲的受傷 甚至他還選擇不撤退 打算留在山頂上 要把所有受傷的士兵全部都救回去 根據戴斯蒙回憶 他表示他當下第一時間 就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更重要 他決定留下來 然後盡可能去拯救更多的人 不過實際上 當下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應該要怎麼做 留在鋼具嶺上的戴斯蒙開始了他的秘密救援行動 他首先將所有受傷的臀袍先陸續搬到鋼具嶺的懸崖邊 然後將神節環繞在傷者的腋下 再一個接一個的降下懸崖 戴斯蒙回憶 他來回穿梭在戰場尋找傷者時 有好幾次都清楚地感覺到迫擊砲就在身邊炸開 但他卻像是有上帝的保護一樣 每次都能毫髮無傷 甚至在某一次降下一位傷者的過程中 他發現自己正處於一位日軍的射程範圍內 當下他甚至已經做好要交出性命的準備 但下一秒他卻發現那名日軍疑似是卡彈在檢查槍堂 他也因此僥倖活了下來 然而在救援的過程中 戴斯蒙確實也曾經遇到過抉擇是否要取人性命的時刻 在某次他進入日軍的洞穴地道時 他發現了一個受傷的同袍 這名受傷的戰友其中一隻腳骨折 而另外一隻腳則是腳掌被炸毀 完全無法行走 而當下他卻又從地道的深處聽到日軍的聲音 日軍的聲音越來越接近 當時他手上是有幾顆手榴彈 其實他可以拉開保險投出手榴彈炸傷敵軍來保護同袍 不過最終他還是沒有這麼做 首先最後日軍也沒有發現他們 並也成功地撤離了 後續戴斯蒙的秘密救援行動 持續了整整12個小時 從山頂降下的傷者人數陸續從30人、50人並持續增加 而過程中山底下的同袍 由於擔心戴斯蒙本人的安全 已經多次表示戴斯蒙已經做了夠多 並且呼喚他儘快下來 但戴斯蒙還是想著要再多救一人 又多次地重回戰場尋找傷兵 我整個時候都在祈禱 我只是祈禱祈禱 我只要拜訟 oils 我只是想美桥 就 incense 我請爸 留給我一次 我CTV 快 origins america 我擔心 近白 到了5月1號時 戴斯蒙總共救下的人數已經奇蹟般的高達75人了 而戴斯蒙也是這次救援行動中最後一位安全返回的人員 1945年5月5號 美軍計劃要針對鋼鋸林進行最後一次的總攻擊 這一天剛好是週六也是戴斯蒙的安息日 而因為當時整個307軍團只剩下戴斯蒙一位醫護兵 並且在先前的救援行動後 戰友們都紛紛的表示 要有戴斯蒙的陪伴他們才願意上戰場 後續77師的指揮官便下達讓全鐵同袍等候戴斯蒙完成禱告再發起總攻擊 而最終77師也在各單位的配合下 成功將鋼鋸林給攻佔下來 1945年5月21日 就在距離鋼鋸林前方500公尺的位置 戴斯蒙所在的部隊意外遭到了日軍的突襲 在近距離交火當中 突然一顆手榴彈朝戴斯蒙的方向丟來 他當下看見還有另外三名兄弟跟他一起在一個坑洞內 他迅速伸出左腳 要將手榴彈踢回原來的方向 但手榴彈卻在被他踢出後不到半秒就立刻炸開 他的身體跟腿部當下立馬就被炸傷了 但也正是因為他的犧牲 另外三名兄弟才能夠毫髮無傷 但這個爆炸卻在戴斯蒙的體內留下了17塊的彈片 並且多數是在腿部的位置 後續戴斯蒙在原地等待了5個小時的救援士兵才抵達 他們便透過單架要將他運到醫護所 然而在運送的過程中 戴斯蒙又看到一名躺在地上的傷兵 他便立刻滾下單架要讓對方先用 但他卻在等待救援回來的期間 又遭到日本狙擊手射中了左臂 並造成骨折 最終他用槍固定傷肢 在槍鈴彈雨中爬行了約300公尺 才到達安全範圍內的醫護站並接受治療 自此 戴斯蒙才正式退下他在二戰中醫護兵的職務 1945年8月 在廣島跟長崎原子彈落下後 8月15日 日本無條件宣布投降 二戰的太平洋戰區也正式終結 沖繩島戰役則成為太平洋戰區的最後一場戰事 同時也是傷亡最慘烈的一戰 根據統計 除了剛去領上救下的75名傷兵外 整場太平洋戰役 戴斯蒙總共救下的人數可能高達300人 戰後 戴斯蒙獲搬美國陸軍同心勛章跟子興勛章 認可了他在戰時的英勇行為 1945年10月12日 他還從杜魯門總統手中 接獲美軍最高榮譽的榮譽勛章 然而退役後的戴斯蒙生活並不容易 他的傷勢嚴重 並且花了5年半的時間進行治療 治療期間他因為肺結核 失去了五塊肋骨跟一個肺液 還因為抗生素治療過量的原因導致他失去聽力 後續軍方雖然提供了一筆撫恤金 但是援助有限 戴斯蒙因為90%殘疾 妻子陶勒斯還是需要全職的工作才能負擔家計 後續戴斯蒙將政府保險兌換成現金後買了一塊農地來種植蔬果 此後他過著自己自主的平淡生活 直到2006年去世 享年87歲 去世後 戴斯蒙受到國家最高規格的軍力禮遇 葬於舔納西國家公墓 與美國多位建國義士一同長眠 戰爭期間 那些曾經被他救過的士兵將他的故事流傳出去 有人將他的故事寫成書 甚至也有道路或是醫院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回顧戴斯蒙的人生 雖然他在戰場上無懼的救人事蹟讓後人歌頌 但或許真正能讓他被稱為英雄的 是他在遭受他人的歧視跟不公平的對待後 卻還是能夠放下仇恨為他人無私奉獻的精神 只有擁有這樣胸懷的人 才能被稱為真正的英雄 也才會永遠的活在人們的心中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內容 如果喜歡請訂閱我的頻道 若是影片資訊有物也請留言讓我知道 我是愛吃花生的花匠俠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